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名词曾出现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它可能被当作一个团体 某一个人 甚至某一类非人类物种 很多影视游戏都称其为 藏在黑暗之中的秘密社团 是现代所有阴谋论的核心教会 但陌生的是 这个教会除了上述那些事 没人知道它的理念 它的仪式 它创立的原因和背景都是什么 这个光明会究竟是个什么组织 而多此与它共同出现的共计会 两者又是什么关系呢 在诉说光明会的故事之前 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 现在的光明会 与最初的光明会 已经有了天长之别 在18世纪70年代启蒙运动时期 德国巴伐利亚的实践哲学教授 亚当·维萨普 激发了法国哲学的理想 宣传启蒙主义的人类伦理 是个可完成的建设 但他深知 仅靠个人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他试图进入 在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共计会 但不幸的是 当时他遇到了一个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的一个现实问题 就是 没钱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纵然拥有再大的理想 没有经济支持的维萨普 也只能放弃这一想法 为了让着新兴思想 更好的普及和保护 他决定自己创立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就叫做光明会 最初的光明会 拥有崇障科学 反对宗教的立场 因为他们本质上 是反抗天主教会的迫害 也支持政教分离的主张 也因此 与教会进行真理的斗争 成为光明会的一个首要任务 光明会不仅仅只是反对教会 他们还专注于自我支持的目标 追求自我完善 提倡社会改革和自由思想 因此 光明会也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发源地 在光明会中 加入的会员被分为三个大等级 分别是智者级 共济会级 神秘级 三个大等级之后 又会被分为12个小等级 智者级的三个小等级 为初学者 智者 光明会初心者 共济会级中的五个小等级 为公图 公园 公师 光明会导师 光明会指挥 最高等级 神秘级的四个小等级 为长老 摄政王 基督幻影说者 哲学家 这12个等级 每层结构不同 每个层级 也有特定的章程和仪式 到了神秘级以后的四个等级 信奉科学的维萨谱 也有了故弄玄虚的行为 从光明会遗留下来的内部文档可知 第11集的基督幻影说者的定义 是非人类的幻影 而且文档中对个阶级还有一个大胆的文字描述 我们将上帝变成人类 将无限转为有限 这也被罗马教会认定是绝对的异端学说 随着光明会的日益壮大 在当时宗教主导一切的大背景下 他不仅仅是 捧出到教会底线这么简单 他的新兴思想 可以说时刻都在 危及教会的统治地位 所以教会绝不会容忍 这样一个旨在宣扬科学 反对信仰的组织存在 因此开始对其进行 大规模的围剿 在当时 只要进入光明会或者共济会的人 会被直接判处死刑 最初的光明会 也在教会宣扬的光明世界下 被迫清除 但这些 只是之后光明会 与阴谋论扯上关系的一个开始 要想深入了解现如今的光明会 有另外一个神秘教会 不得不提 它就是共济会 共济会的创立要造光明会许多 它由中世纪末英格兰地区的石匠行业协会 演变而来 最初的目的也是为了争夺 无产阶级工人的权益 因此在当时也受到了教会的打压和迫害 虽然光明会与共济会是两个不同的组织 但因为共同的目标 也就是防止教会的迫害 两个教会的人慢慢走到一起 1780年 德国贵族 同时共济会成员的阿道夫·科尼格加入了光明会组织 作为一个横跨两个教会的成员 他将共济会的优势带入到光明会之中 同时也将光明会的体系引入到共济会之中 由于共济会最初的圣殿骑士体系被废除 所以科尼格带着一些光明会组织的成员 取代了共济会的玫瑰十字团 在新的共济会体系中获得了领导地位 慢慢的 很多光明会成员加入到共济会 同样共济会的成员也加入了光明会 在当时 光明会的成员有2000人左右 其中33%都是共济会的成员 但之后 科尼格与光明会的创建者维萨普·闹掰 两人不欢而散 再加上当时教会的打压 光明会最先宣布减散 同时兄弟会的共济会也好不到哪去 但因为更悠久的历史 以及更丰富的人脉资源 共济会算是勉强存活下来 光明会虽然名义上宣布解散 包括创始人维萨普都看出了流亡生涯 但以为共济会成员中有些同是光明会成员 所以光明会在共济会中秘密复辟 至于是谁重新复辟了光明会 至今已经无从而知 从目前光明会的情况里看 复辟光明会那批人的观点 肯定与最初的创立者维萨普观念不同 但无论如何 他们都与目前市面上所流传的光明会传说 关系不大 或者可以说是妖魔化了光明会成员的面目 在光明会的阴谋论中 光明会是一个高度秘密的集团 一直在幕后策划和指挥世界大使 著名的成员包括伊丽莎白女王 大多数的美国总统 如奥巴马 大小布什 克林顿等 以及教皇和整个梵蒂冈 包括耶稣担任总会长 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比如教会的教皇 是极力打压光明会和共济会的 怎么可能加入光明会之中呢 事实上 当你在任何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并拥有很大的影响力时 最终都有可能被指控为是 光明会中的一员 他们都被指控为 撒旦主义者 耶稣会士 犹太富国主义者 外星人 或资本家 大多数人一提到光明会 就习惯于银行 石油 制药公司 等大型企业之间产生联系 他们所指的 其实就是统治着社会各个方面的 富裕阶级 他们通常并不认为光明会 与路西法 犹太人 或爬虫类外星人之间 有任何关联 他们只是非常肯定地认识到 跨国企业 以及其他泛国际机构 很可能是光明会 统治世界的主要工具 而妖魔化光明会成员 有时候会成为非常吸引人的 最具迷糊性的烟雾弹 人们钻进去 便不愿出来 所以 如果我们能抛开那些 不可振伪的信息不谈 才能了解到光明会的真相 有烟的地方就有火 黑暗是无处不在的 虽然光明会 不像阴谋论中描述的那样恐怖 但光明会的确在利用 手中的权力控制我们 统治我们 统治阶级的存在 并不为大众所知 他们所拥有的真正力量和影响 常常被低估 我们必须意识到 很多事情都绝非偶然 现代光明会 往往以家族形式出现 代表的是 极少数人 他们已经形成了 非常高度的组织化和集中化 根据 杰米约翰信所作的 《身为富人》艺术中揭露 光明会决策者 推动者和颠覆者 早已被家族所控制 他们拥有各个领域 极其广泛的机构 如银行 赤党团 跨国企业 基金会和其他机构网络 他们直接控制或由其权力结构中的其他成员来控制这些机构 而家族在光明会中的占比成分也达到了惊人的三分之一 以光明会目前的状况来看 会中真正的高级成员 是不会直接参与统治的 而是使用各种机构和组织来体现其统治 比如光明会的核心是大型银行机构 六大银行的总资产相当于GDP的60% 而这六家银行又拿走了全部公司利润的40% 在金融危机之后 没有任何一位华尔街高管 背叛犯有任何不当行为 这表明了他们权力的范围和深度 以及他们的触角深度有多广 其他的例如上市企业 石油集团 餐饮业 媒体舆论等 都在为这些家族成员服务 而人们身边的委员会等 总投资人也基本牢牢把握在光明会家族成员手中 而正以为他们手中权力过于巨大 才导致光明会与世间各种阴谋论扯上关系 在现如今信息大爆炸的情况下 阴谋与我们如影随形 说到底 阴谋论的盛行 是因为它填补了一些 因为未知 或者未得到解释的事情 而形成了空白 而人们之所以相信阴谋论的存在 有研究显示 压力和对阴谋论的易感性 是有关联的 当一个人感觉自己 对自己的人生不能控制时 在压力和苦楚之下 他更愿意去相信阴谋论 而不是现实 阴谋论正在进一步加深社会私利 相信的人和怀疑的人 都与对方保持距离 从而加深了内部矛盾 阴谋论对社会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 而我们只有站在中立角度去看待问题 才能不被那些怪欲说法所蒙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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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